大家好,我是阿玲 近來真的有點忙,忙到上山都少了 最主要就是忙著另一個頻道,攝錄 在那裡我都會出片 所以如果大家未看過的話,就可以去看看 大家看到這次整個陣子都不同了 其實應該都猜到了,這次就要說這件事了 這件事其實是甚麼呢 話說早前QNAP邀請了我去試用NAS 所謂NAS就是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簡單來說就是一部駁了網絡的24小時運行的硬碟 到底這件事可以怎樣幫助攝影人 我都用了幾個月,都整合了一些想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亦都會分享一下我的用後感 最重要就是幫助一些有需要的朋友 去選擇一個適合它的NAS 這次QNAP提供給我的 這也是一個中高家的型號 就是這個TVS472XT 它會有更加高的傳輸速度 亦都可以應付到更加繁重的傳取、抄寫工作 但老實說,我又覺得一般用家 都未必需要用到這個級別的NAS 不過我以下講的關於NAS的用法和好處 其實都會用於QNAP其他型號 而這部TVS472XT的一些特點 我會在稍後說完NAS普遍的優點、用處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 廢話小哥,立即開始 拍照一切的後製都是從回入相片開始 而這一部NAS已經可以開始幫到你了 很多型號的NAS前面都會有個USB插口 用來接駁卡Reader就一流了 只要你插上去之後 再按一按旁邊的Copy鍵 它就會開始抄照了 非常之方便 試想像一下,當你冒著這個炎寒和眼睡 上了山拍了幾段日出的Timelapse 拖著皮革的身軀回來之後 你連電腦都不用開 直接把你的卡放到NAS上 按個按鈕 你就可以去洗澡或者睡個好假 而你整招的心血都會乖乖地儲存在NAS上 這件事真的想想也很棒 當你把照片放到NAS上 在你撿照之前 其實還有一個工序要做 就是選照 選照的時候 其實電腦就會需要讀取到大量的檔案 這個時候如果你的讀取速度是不夠快的話 你就會感覺到有點卡 大家可能都試過在你開Lightroom 又或者是開一些照片的Folder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Harddisk突然有洪漏聲響 但它又讀得很慢 其實就是這樣的原因 為了加快這個讀取的過程 QNAP的NAS就會有兩項技術 讓你可以透過加入SSD 去提升讀取的表現 第一樣就是SSD快取 這件事其實在很多NAS上都會看到 原理就是NAS會將部分的檔案 放在你用來暫存的SSD 當你需要動用到的時候 就會在SSD直接讀取 就不用用到比較慢速度的Harddisk 變成整個讀取速度就可以快一點 第二個技術就是一個QNAP獨家的技術 就叫做QTIER 這個叫做自動分層的儲存技術 它的原理就是會將SSD和Harddisk 就會混合成為一個系統 它就會自動分析哪些檔案比較常用的 就會放在SSD 而沒那麼常用的就會放在Harddisk 變成你常用的就可以在SSD上很快地拿到 而沒那麼常用的就放在Harddisk上 就可以放到很多 就可以既用到SSD的高速效能 也可以用到Harddisk的大容量 變成整個系統就可以拿到最大的效益 SSD快取和QTIER 兩樣東西聽起來都有點相似 其實它們最主要的分別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SSD快取的容量是不會加入總體儲存量 但是QTIER就會的 第二樣SSD快取可以設定為唯獨 就算SSD裡面的資料損壞了也好 它也不會影響到原本的檔案 但是QTIER的時候 如果SSD裡面的檔案損壞了 就會沒有了 第三樣就是SSD快取對於SSD的容量和數量 就會沒有那麼高要求 你是多多益善少少也無區的 但是如果你想行QTIER的話 最好就有兩條500GB以上的SSD 就行RAID 1就會比較穩陣 所以QTIER對於SSD的要求就會比較高一點 無論是哪種技術都好 其實都可以令到整體的讀取速度提升 相信對於一些經常要檢視 或者處理大量相片的少年人來說 應該都會獲益不少 NAS之所以叫NAS 重點就在於N Network 網絡 可以經由網絡傳取 其實才是NAS的真體 而這件事對於SSD的人來說 我就發現有兩大很爽的用法 第一個用法就是一個隨身的個人作品集 QTIER有一個APP叫QPHOTO 它可以展示你指定資料機內的相片和影片檔案 就像我這樣 我喜歡把我收拾完的相片 就會集中放在一個Folder上 變成我可以用QPHOTO 隨時可以看相片 亦可以將它下載到手機上 可能發出一個IG帽子 又或者可以直接在APP上傳出去給人 另一個更爽的用法就是一個私人的雲端空間 透過一個QPHOTO這個手機APP 我就可以隨時傳取、下載 以及分享到我NAS裡面的任何檔案 我就試過用QPHOTO 將一張我突然想收拾的相片的RAW檔 就下載到手機上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 直接寄入手機Lightroom 就可以開始收拾了 這樣的話 其實你不只是有Adobe Cloud 那20GB的雲端空間 而是你有數以TB計算的私人雲端空間 你整個的相片庫 你每一張拍的照片 都可以隨時傳取得到 很多時候我們拍完的照片 都未必會立刻去收拾 而事實上我相信有很多攝影人 在黑點事裡面 都應該有一堆我總有一天會收拾的照片 如果我們當初歸檔的時候 沒有做好這個檔案分類 找不到某一張照片的情況 就遲早都一定會發生 就算是一個良好的檔案架構 我們想在自己巨量的照片裡面 可能想找某一張照片 又或者我們想找一些共通同類型的照片 例如可能是全部的銀河照 全部YMO的照片 其實都不容易 不過幸好對於這個相片整理和規律上 Q-NAP就提供了兩個非常功能強大的智能工具 分別就是Q-MAGY和Q-SURGE Q-MAGY可以智能識別出三大內容 分別就是人物、事物和一些相似 懷疑重複的照片 雖然我不拍人 但我覺得Q-MAGY這個人物識別功能 是最有用的 人像攝影師固然可以很容易找到某一個模特兒的照片 就算是一般用家 其實我們都可以很容易在我們陳鋒多年的舊照中 找到某些人 可以找到那個人的舊照 又或者是一些合照等等 你甚至可以把某一個人的照片放進去搜尋 他就可以找到你的硬碟裡面 還有沒有這個人的其他相片 對於一些不是拍人像的攝影師來說 Q-SURGE的進階搜尋功能 可能的幫助就會更大 因為它就可以讓我們按住 例如是光圈直、快門直、ISO、焦距、機鏡型號等等 這些我們攝影師會比較熟悉的資訊 去搜尋圖片 而這麼有趣的是 你還可以按住畫面的顏色來搜尋 即是如果你大約記得某一張照片 它的畫面是甚麼顏色比較多的話 你也有可能可以找得出來 而除了搜尋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當它是一個統計工具 可以看看自己用得甚麼的焦段最多 甚麼機鏡最多 用甚麼顏色最多 其實都是一個了解自己的方法 Q-SURGE在手機和電腦都可以用到 變成你就真的可以隨時隨地 都可以找到你的硬碟裡面的任何一張照片 習慣了活於數碼年代的我們 可能真的忘記了 到底數碼檔案是有多虛無和多脆弱 事實上是有很多事物都可以將你的數碼檔案消滅了 不過總括來說 其實數碼檔案主要有兩大死因 死因一 硬件損壞 數碼檔案雖然是很虛暴 但它怎樣都要依附在這些實體的儲存媒介入面 如果這些媒體有受到損壞的話 裡面的檔案都很可能會灰飛煙熱 你的靈魂再強大 如果你的肉體是脆弱的話 都是沒用的 所以為甚麼我們經常見到這NAS 都有這麼多舊的Hardis 其實除了我想要多些位置之外 另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想透過行RAID去提升資料儲存的可靠性 RAID其實是一種很普遍 和很成熟的一種硬碟的串連技術 它的原理我這個外行人就不多說了 總之它有兩大效果可以做到 分別就是加速的讀取和容錯的保護 我就以這隻用四隻Hardis 在行RAID 5的NAS為例 RAID的技術就會將我寫進去的資料 分散儲存在這四隻Hardis裡面 當我要讀取的時候 它就會四隻Hardis同時都抽取相應的資料出來 變成我就可以更快完成整個讀取 而另一方面RAID 5有個容錯保護 就令我可以承擔到 在同一時間有一隻硬碟損壞的風險 當這裡有任何一隻Hardis出現問題 讀取不到的時候 剩下那三隻Hardis都依然可以重組 我整個系統裡面的所有資料 而這個時候我只要將壞掉的抽出來 換一隻好的進去 NAS就會自動幫我重建整個系統 令我可以再一次享有 RAID 5的有一個硬碟容錯的保護 412 軟件出錯 除了硬件之外 其實軟件也可以出錯 令到你的檔案讀取不到 例如可能是你中了一些惡意的病毒 又或者是你不小心進場了一些不可逆的操作等等 幸好電腦系統是可以時光倒流的 QNAP的NAS入面 就來自了一個叫Snap Shot 快照的功能 它就像我們會拍照去記錄某些事物的面貌 NAS的系統快照 就是會將整個系統的狀態 例如是你裡面的資料 以及它的系統的設定等等 都會用這個Snap Shot形式記錄下來 假如真的好不幸 有一些災難性的事件發生 例如可能你中了毒 整個Hardis被人加密了解不了的話 你依然可以用這個Snap Shot的功能 將整個Hardis回復到上一張Snap Shot拍攝的系統的狀態 我自己設定了每一天都會幫我的系統拍一張Snap Shot 就算真的有甚麼事出了也好 我都只是損失了那一天所產生的資料 從以上兩點可見 其實NAS應該會比傳統我們單獨在電腦運行的 就甚麼Hardis會更加可靠 而其實要將NAS視為一個可靠的儲存媒介 其實我覺得它絕對是勝任有餘的 無知真的會出事 雖然NAS有容錯保護 又有Snap Shot的還原機制 但以上這些都只是一些安全措施 令到NAS成為一個更加可靠的硬碟 這些措施不等於備份 記住NAS不是備份 NAS不是備份 NAS本身真的不是備份 備份最根本的概念就是我們要有多份的抄本 當有一份抄本損壞了的時候 我們仍然有其他抄本可以存取 這樣才是備份的意義 在我用了這部QNAS的NAS之後 我發現它原來在備份上 都可以幫我節省時間和工序 我自己除了用一些雲端的備份服務之外 亦都會用到這些外置的硬碟 去做一個手邊的備份 每次要用它們的時候 我都要將它們拿出來 又要駁回電腦 然後再用一些同步的程式 將這些檔案抄進去 抄韻的時候 又不可以做一些很高運算量 和讀取量的工作 例如是剪片 然後我發現QNAS的APP中 有一個相當實用的Backup用的APP 就叫做HBS3 就是Hybrid Backup Sync 顧名思義 其實它是一個備份和同步資料的一個程式 它裏面有不同的備份選項 而我最喜歡的就是 你可以排定一個時間 去進行一個同步任務 將NAS裏面的檔案 可能同步到外置硬碟 又或者同步上去雲端 甚至乎是另一個地點 另一部的NAS裏面 就可以自動去實現一個異地的備份 又安全又方便 而最棒的是 只要當你一開始設定好東西之後 當它執行這個同步任務的時候 它是不需要你特意再打開電腦去設定任何東西 因為NAS本身就是一部24小時運行的一個小型電腦 它就懂得自動去進行所有的抄寫、傳輸的工作 完全不用操心 真的非常之爽 以上就是用了QNAP的NAS幾個月之後 所發現的一些它可以幫到攝影人的地方 不過坦白說 這次QNAP提供給我的這部TVS472XT 其實它的功能都很高階 其實一般的攝影人 我想都未必需要用到這麼多進階的功能 畢竟要設定一套NAS系統 其實都是一項不小的投資 不過如果你是一個影片創作人 又或者你是一隊小型的創作團隊的話 這部TVS472XT就可以獲出它的新價了 如果對這個型號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繼續收看緊接的部份 就看看它可以令你有多爽 但如果你可能是剛剛接觸 或者是剛剛打算買第一部NAS 但又可能不需要太多進階功能的朋友 就可以看看下一部份 我就會說一下 到底選擇NAS的時候有什麼因素 大家需要考慮 好 這部TVS472XT 它所屬的系列其實有三個型號 主要的分別就在於它們的硬碟槽數目 分別有四個六個六個八個 以及所用的CPU的型號 插槽越多它用的CPU的運算能力就會越高 讀取速度也會越快 當然價錢也會越高 但除此之外 這三者其實它們其他功能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先說最最最最最最爽的一個地方 以前我剪片的時候 通常我都要先將所有的Footage 抄到SSD上 因為內置的Hard Disk真的不夠快 這樣做其實除了浪費時間之外 有時當我手上有幾條影片要處理的時候 SSD真的不夠大 但當這部有一個10GB LANTO的NAS出現之後 前面說的那兩樣煩惱 就真的一下子都沒有了 這部TVS472XT 其實它除了有一般的1GB LANTO 可以讓你駁路線再駁路線上網之外 它還有一個10倍速度的10GB LANTO 我就用了它來直接駁路電腦 就可以用一個超高的速度傳輸檔案 所以它就變成一隻超快的Hard Disk 我又可以用它來做一個工作硬碟 直接在上面工作去剪片 它同時也可以作為一個儲存媒介 去儲存我所有的資料 變成它真的又快又有大的容量 看到10GB LANTO有多快 只是說數值大家可能沒什麼概念 但不用緊張 我們只要來比較一下 不同儲存裝置的讀寫速度 有個對照之下大家就應該有個譜了 先來看看QNAP這部10GB LANTO NARS的讀寫速度 由於我的電腦就在用 所以數值可能會有些飄忽 所以我就做了幾次的測試 去拿一個平均值 大家可以見到現在寫入的平均速度 大約都可以去到每秒400MB左右 而讀寫速度就剛剛好過了每秒1GB 然後就來看看這隻用了USB 3.1 Gen1的外置SSD的表現 它的寫入速度跟10GB LANTO差不多 都有每秒接近400MB 但它的讀寫速度就只有NARS不夠一半的每秒400多MB 但其實公道講句 以外置的SSD來講 這個表現其實已經相當出眾 完全足以作為直接剪片用的工作冷碟 作為對比我們都來看看1GB LANTO NARS的速度 這隻就是我舊有的NARS 大家可以見到其實速度上都真的有明顯的差距 讀和寫都只有大約每秒100MB左右 其實真的很難可以將它作為一個工作硬碟的使用 所以我才會只用它來做儲存用 我還順手測試了兩隻我在手邊用來做備份的外置硬碟機的速度 它們就是用USB 3.1 Gen1來連接 一隻你可以見到速度可以去到每秒140MB 而另一隻大約可以去到110MB左右 至於機身內置的SATA3連接的一些傳統硬碟機 讀寫速度就會比外置的硬碟好一點 大約可以去到每秒200MB左右 但其實就已經不夠外置的SSD和NARS快 當然最高速的儲存裝置一定是直接拆下底板的NVMe SSD 速度上遠遠拋離所有裝置 讀取速度甚至幾乎可以去到每秒3GB 所以看完以上的比較之後 大家應該對這個10GB LANTO速度有些概念 甚至乎可能已經看得出它的價值所在 當我們現在可以外連SSD去直接剪片的時候 其實這個速度更快的NARS 基本上用來直接剪片當然是沒問題 大家不要忘記這部NARS還可以自己再加裝SSD 這樣就去做這個快取又或者是QT 這樣就可以令整個剪片的過程更加順暢 而事實上你現在看的這條片 以及我之前一兩條Youtube的4K片 其實都是我直接拉著這部TVS472 XT去剪片 都是真的非常順暢的 Edna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想走10GB LANTO的話 你們的電腦都要有相應的規格才行 如果大家像我這樣電腦的底板不支援10GB LANTO的話 QNAT當然也有應對的方案 就是可以另外再加裝10GB LANTO的卡 這樣就完成了 有什麼比直接連著NARS剪片更爽的呢 就是有很多人都可以同時直接連著NARS剪片 這部機其實是可以支援多個裝置同時存取的 就算兩三部機拉著它同時剪片 也不是夢 這件事其實對於一些小型的創作團隊來說 是可以大大提高到那個工作效率 因為大家就不用再要將那些檔案抄來抄去 而不同成員之間 亦都可以同時存取到同一樣的資源 變成就可以大大減低到抄寫時出錯的機會 又或者是不用再等待它浪費時間 TVS472 XT的機背 除了提供一個10GB LANTO和兩個1GB LANTO之外 還有兩個Thunderbolt 3的插口 所以如果你是用Mac機那些電腦支援的話 你就可以透過Thunderbolt直連NARS就非常方便了 關於這個TVS472 XT所屬的系列 在多機連線同時剪片的表現 大家去看Log的一條片 它在裡面有三部機同時抹著它剪4K片 都是非常順暢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另外Steven也有一條是關於這個系列的NARS的分享 作為一個拍片創作人 它就分享了這部NARS在工作上怎樣幫到它 有興趣大家可以去看看 連結在上面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拿去 會選擇這些高階型號的朋友 我相信你們對硬件應該都有一定的認識 也有可能會希望可以自己去升級裡面的一些配置 而這部機它裡面的擴充性其實都相當完善 這部機後面就有兩個PCIE的插槽 其中一個就已經預先安裝了一張Thunderbolt 3的卡 就有兩個Thunderbolt 3的插槽 另外還有一個插槽就可以按需要安裝多一張10GB的LAN卡 就可以增加連接的裝置數目 又或者你可以安裝其他的SSD擴充卡 無線網卡、顯示卡等等 去增強NARS的功能 而它機身內部也有兩條M.2的SSD插槽 正如前面所說 你就可以用來加裝SSD去做SSD快取或Q-Tier 去提升全取效能 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貼心小設計 就是由於這個插槽在機身內部深處 其實要安裝都不容易 所以Q-Tier就設計了有兩顆小膠釘 來代替傳統會用到的螺絲去固定SSD 安裝上就方便了很多,省了不少麻煩 當然RAM槽都不會少 而且它還在機身內不是很入的地方 所以裝插都很方便 這部機本身它就會跟了兩條2GB的RAM 而我自己就將它升級了兩條4GB的RAM 除了擴充性之外 TVS472 XT的連接性都是相當豐富和足料 機身前面已經有一個USB3.1 Gen2的接口 而機身後面亦都非常慷慨地提供了三個USB3.1 Gen2 和一個Gen1的接口 當中有Type-A頭和Type-C頭 上面還有兩個Thunderbolt 3的接口 所以在短期內都不用擔心傳輸介面會不夠快 以及不夠用 現在大家就了解了NAS可以怎樣幫到你 對於一些有意入手 但可能又不太熟悉規格的朋友 就容許我簡單分享一下 NAS我想最容易分辨的規格就是硬碟槽的數目 即是BESO 為了更好地可以善用到RAID所帶來的好處 如果大家的預算和擺放空間許可的話 我都會覺得選擇4B或以上就會比較好 BESO越多 除了擴充空間會多些之外 你走起RAID上來的時候 獨取速度一般都會比較快 而且你在選擇RAID的模式上 彈線亦都會比較大 不過大家在選擇BESO的時候 千萬不要忘記都要將你買Hardis的成本 都考慮在裡面 因為NAS是一部24小時不停運行的機器 所以它對於硬碟的穩定性和內容性的要求 都是極之高的 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選擇一些 專門為NAS這個環境而開發的一些硬碟的型號 千萬不要因為貪便便選擇一些一般用的硬碟 隨時會因笑失大 說到這個NAS專用硬碟 就一定要提一下我現在正在用的WD RED PRO系列 這個系列就是WD專為NAS開發的硬碟系列 除了有針對NAS和RAID環境而改良的演算法和Firmware之外 它還會有一個多軸的震動感應器 當它感應到任何震動的時候 它就會啟動這個池頭的保護 從而可以增加這個硬碟的內容性和穩定性 大家要知道在運行鏡的HARD DISC 其實它是非常脆弱的 而震動更加是它的大敵 大家不要以為又沒有地震 又不會撞到沒有機器 這樣就很安全了 其實對於HARD DISC來說 可能是細微到旁邊的HARD DISC震動的震動 對它都已經會造成不良的影響了 雖然這些NAS專用的HARD DISC外表塌落沒有什麼 但其實真正的關鍵就是在裡面的細節 硬碟作為一種消耗品 其實可以說必然會有它無法運作的一天 所以除了硬件的設計很重要之外 售後服務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而由這個衛士街傑所代理的硬碟 除了全部都可以享有五年的保養之外 還可以有這個WeCare的修件服務 就算大家真的有一天HARD DISC說要拿去弄 都不用自己親身拿去 BASO以外另一個都需要考慮的因素 就是你所需要的連線速度 速度這東西有錢當然是有快買快 但是對於不是擁有無限金錢的我們來說 經濟的成本效益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QNAP除了這種有10GBLAN的很高階很快速的型號之外 其實它還有一些帶有2.5GBLAN的中間和入門級的 一些NAS的型號可以讓大家選擇 我相信對於一般用家已經是相當夠用的了 話說暴力和旗jack兩位都拍了一條影片 就是實測這些有2.5GBLAN的QNAP NAS 據說用來剪4K片都沒有問題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去看看吧 而其中一條影片還會有很詳細的NAS的設置過程的步驟 所以不妨去看看吧 NAS的規格當然不止那麼少 例如CPU的規格 擴充槽的數目 接口的數量 或者它的介面 軟件的配合等等 其實都可能需要考慮的 不過對於新手來說 我覺得以上兩點應該都是比較重要 要先考慮的因素 如果大家想再深入了解NAS的基本知識 或者它的設定方法 可以看看丐幫這條影片有一個非常好的講解 最後簡單說說我的一些用後感 其實在我用QNAP NAS之前 我亦都在用另一個品牌的NAS 但因為那一部它的速度只有1GB 所以我主要是當它是儲存裝置 沒有為我的工作流程上帶來很大的轉變 但是QNAP這一部有10GB 所以我又可以做一個工作壓碟 又可以作為一個儲存倉庫 所以其實工作流程上 真的改善了 快了很多 方便了很多 再加上我近來又開始嘗試 一個疑人協作的工作模式 所以有時都要兩部機 同時拿著機器去剪片 或者做其他工作 所以這部NAS 其實在現階段和我可以預視的將來 都真的幫我掃除了不少的障礙 最後最後我必須要在這裡表揚QNAP的工程師團隊 因為話說在我拍這條影片前幾天 我就為了在想這條影片有什麼可以說 在試不同的東西 變成由什麼都可以裝一下又試一下 然後設定又亂搞一下 結果搞一下搞一下搞錯了 我就變成了不知為何這部電腦 就用不到10GB去連住NAS 我就自己在這裏搞搞搞 搞了幾個小時都搞不定 最後就跟QNAP的支援部求救 然後他們的工程師就直接 是搖距控制了那部電腦 去解決問題 在QNAP的介面有個支援平台 有任何的技術問題 例如是RAID出了事 連不了線 又或者是設菜等等 都可以在這裡求助 QNAP的團隊每天都會回覆 那好像我這種比較複雜的情況 他們還會直接透過搖距控制 去檢查和修正問題 完全不需要用家操心 那之外一些比較簡單的查詢 例如什麼是Storage Pool 快笑功能 怎樣設定 用家就可以在Facebook 直接提問 QNAP的團隊都會每天回覆 所以其實對於一些 不是很在行的用家 有這樣的支援 其實真的安心不少 所以在這裡再一次 多謝QNAP的工程師團隊 以及當初找我合作的DAN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令到大家有些獲益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太難 我不會回答 我都會向QNAP求助 這條影片到這裡 多謝大家捧場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